我有一位44歲的男性患者 他右腦 酸攝中鋒 結果導致左手的手腳偏瘫 整個瘫掉了 剛住普通病房的第一天 醫生在查訪的時候 怎麼找不到這個病人 結果他人已經在 拿著這個拐杖很辛苦的 一搏一搏的 拖著這個身體在醫院的走廊 在那邊自行的復健在那邊走路 因為他不希望 結果我們幫他正式治療了 大概20次之後 基本上他整個人看起來已經 看起來不像一個作風的一個人